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香料传奇》 它的副标题是一部由诱惑衍生的历史 提起香料你肯定不陌生 咱们平时做菜用的八角、大蒜、百里香、迷迭香这些都是香料 而今天我要给你讲的香料特指原产于东方的香料 比如印度的胡椒、斯里兰卡的桂皮、印度尼西亚的丁香和肉豆蔻 这本香料传奇要说的就是这些来自东方的香料如何诱惑了欧洲人几千年 这本书的作者杰克特纳是个澳大利亚人 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他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是因为在十岁那年老师告诉他一个美丽的历史误会 哥伦布当年远航并非为了探寻新大陆 而是为了找到去旧大陆、印度的新航路 最终目的是寻找香料发财 原来那时候的欧洲人吃的很多食物比较低劣 比如在冬天的几个月里鲜肉很难得 人们只能吃腌过的肉 口味差到了极点 需要大量的香料来调味 而在古代很多香料都生长在印度以及亚洲的其他热带地区 地里大发现的三位英雄 哥伦布、达加玛、麦哲伦 他们远航的首要动机就是去找香料来卖钱好发大财 夸张点说 葡萄牙、英国、荷兰在亚洲的领地扩张 也是因为寻找香料而形成的 所以香料是地里大发现的催化剂 在某种程度上 香料也参与塑造了世界史 特纳觉得老师的说法还不解渴 不管欧洲的食物差到什么程度 那些异域的香料值得这样小题大做吗 他带着疑惑探讯下去 发现原来香料对于古代欧洲人来说 远不止舌尖上那一抹麻辣辛香 它曾是罗马权贵争香炫耀的奢侈品 从庄严的教堂到私密的卧房 香料都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那么香料到底有哪些魅力 让古代欧洲人欲罢不能 下面我将从两个方面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 对于古代欧洲人来说 香料有哪些魅力 第二 香料如何促进地里大发现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香料到底有哪些魅力 让古代欧洲人欲罢不能呢 有四个魅力 第一个魅力来自它的口味 可以说这是香料首要的魅力 古代欧洲人饮食中用的最多的东方香料是胡椒 而最早习惯性食用香料的是罗马人 从罗马人的食谱来看 他们还真是一个喜欢吃辣的民族 当时有一本烹调书 里面列了四百多种菜肴 胡椒就出现了三百多次 胡椒被用于蔬菜 鱼肉类调味 罗马人吃肉的时候 喜欢蘸着用香料做成的沙丝吃 比如一种沙丝 成分包括了胡椒 小豆蔻 生姜等多种香料 另一种美味佳肴 则是用胡椒来炖肥美的鸟肉 烹制而成的 旅行者把胡椒做成香料酒 带在路上饮用 而另外一种香料盐 则是用黑胡椒 白胡椒和生姜等 十多种香料做成的 它的功能是帮助消化 和促进肠胃蠕动 在罗马人看来 胡椒代表着辛辣 活力和勇气 如果有人的手很巧 那么人们就会说 他的手像沾了胡椒一样 不过作者认为 罗马人痴迷于香料 更多的不是出于 实际的烹调目的 而是出于社会方面的目的 比如炫耀 香料可以展示品味和财富 这也是我要说的 香料的第二个魅力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这些香料 从东方远道而来 并不便宜 从亚洲到罗马帝国的香料之路 跨越了将近半个地球 香料从印度出发 横跨印度洋 穿过红海抵达埃及 然后再经尼罗河北上到出海口 跨过地中海 到达欧洲 当时最便宜 也最常见的东方香料 是黑胡椒 根据作者的换算 当时一磅重的黑胡椒 也就是将近现在的一斤黑胡椒 价格是四便室 而当时一名士兵 一个月的俸禄 约是二十便室 也就购买五斤黑胡椒 老百姓虽然吃得起 但也是挥霍不起的 其他的香料就更贵了 白胡椒的价格 就比黑胡椒贵了将近一倍 是七便室 肉贵则是每磅五到五十便室不等 而上好的桂皮油 价格高达每磅一千到一千五百便室 相当于军队里的一个百夫长 六年的工钱 因此香料在罗马人眼中 便不再只是食物 它也是理想的礼物 罗马人每年冬天都有个盛大的节日 叫农神节 向农业之神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 农神节的一个习俗 就是给别人送胡椒 人们借此巴结他人 或者显示自己的慷慨 而喜欢炫富的罗马有钱人 菜桌上更是少不了香料 罗马皇帝的时尚顾问写过一本书 讲的是一个传说中的爆发户 主办了一场宴会 爆发户的宴会 最关心的自然就是排场 所以菜未必好吃 花样却必须推陈出心 比如其中一道菜 由四个奴隶端出 菜的底部是肥美的家禽 上面铺着猪肉 亮点则是顶端的一只野兔 这只兔子竟然长了翅膀 意在模仿传说中一种带翅膀的马 作者说 效果仿佛一只模仿超人的气锅鸡 这么重要的场合 香料当然不能缺席 期间 农历们端出了一只面向呆滞的母鸡 它趴在一堆鸡蛋上 把母鸡的肚子扒开 里面居然是一只鸟 在撒了胡椒的蛋清中游泳 虽然现实的情况可能没有书里写得那么夸张 但罗马权贵对东方香料的穷奢吉欲 的确引来了不少批评 味道士们认为 在物质匮乏的时代 精细昂贵的食物是没有必要的 香料价格昂贵 营养上却没有什么价值 只会让人更贪吃 它还会消磨人的阳刚之气 把罗马变成一个扬伪的国家 除此之外 香料贸易还会导致国家金银币外流 公元22年 当时的罗马皇帝就在元老院发飙 他说 奢侈的习惯和对东方香料的贪图 使得大量金钱像湿血一样流亡异国或敌对国家 购买进口货物 无异于对国家的颠覆 而在场的听众几乎人人都要受到谴责 罗马的历史学家李维甚至认为 罗马的衰落就是从厨师的地位提升开始的 即便在今日 也有贸易史专家不无激动地说 很多罗马人已经丧失了祖先的大部分美德 印度大批的珠宝香水和香料 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奢侈需求 促成了新罗马帝国的崩溃 讲完了香料在味觉和炫耀上的魅力 接下来我们来说香料的第三个魅力 医疗魅力 早在古希腊人们就已经用香料驱邪必毒治疗疾病 我们刚才提到的 罗马人的香料盐可以促进消化 也可以算作是香料的药用价值 不过到了中世纪 香料的医疗作用被发扬光大 在中世纪欧洲人的脑中 所有的香料都是药 比如拉丁文中的香料与药是同一词 药剂师也是从中世纪的香料师 这个词演化而来的 当时在巴巴利亚有一个修道院 院长生病了 头脑发晕四肢无力 吃了修道院里的药但总也不见好 这个绝望的院长 只好给修道院的一个赞助人写信求助 他写道 我的病很危险 因为我一直很虚弱 我恳求你寄我一些汤药的配料 包括有营养的丁香和其他香料 那些医治我的病所必须的东西 当时的人认为 几乎没有什么病是香料不能治的 以用途最广的胡椒为例 他简直包治百病 他是治疗关节痛和治疮的首选药材 倒入耳中可以治耳朵痛 他还可以治疗喉肿 牙病 肝痛 半以动物油就可以治心肌绞痛 像咳嗽 肺病 水肿 痢剂等一切邪气入侵的病 他都可以去除 德国的一位女修道院长 还建议用胡椒 医治脾气暴躁 用生姜除口臭 用桂皮治肚子痛 一本常用的医书则宣称 胡椒对视力模糊有疗效 真是想想就辣眼睛 中世纪欧洲人对香料医疗效果的迷信 一方面来自希腊罗马人的老传统 另一方面则和香料在中世纪的神秘色彩有关 我们先说老传统 中世纪的医生们继承了古希腊和罗马人的一种医疗理论 名叫体液理论 这个理论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阴阳调和 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冷 热 干 湿 四种基本要素组成的 人体内也有四种体液和这四种要素相对应 如果人体内的四种液体均衡 人就健康 体液极度失衡 人就会生病 比如六世纪初期 有作家就亲眼目睹两个农民因为吃了斑鸠死掉了 人们认为斑鸠的体内有大量的忧郁液 吃了会引起剧烈腹泻和呕吐 脸还会不断的抽搐 而香料就起着维护这种平衡的作用 大部分香料被认为是具有干性和热性 这两种特性 所以可以用来治疗冷湿这两类的疾病 比如肉豆蔻可以去除胃寒 中世纪的欧洲人还把很多理解不了的疾病 如沙门氏菌 霍乱 肺炎 白猴 肺结核等都归罪于食物 为了防止生病 它们在有些食物上添加具有热和干这两种特性的香料 猪肉通常被认为是湿而冷的 需要加热性和干性兼具的香料才能吃 牛肉则是干而冷的 适合加热性的香料 但也需要一些湿性的东西调剂 相反 人们认为野生的鸟类都是在干燥的热空气里飞来飞去 所以它们的肉是温热和干的 很少用香料来调理 也正是基于这种体液论 人们还把香料当作春药 有一种说法是 情欲的下降或衰竭是由体液过冷导致的 香料是一种强有力的热效药物 所以能催情 英国著名作家乔索写过一位老头 都半截身体入土了 还娶了个年轻漂亮的老婆 因为借助了香料壮阳 新婚第二天起来 就像花喜鹊扎扎扎叫个不停 中世纪性学大师康斯坦英子认为 生姜 胡椒 高粮姜 桂皮和各种草药合成的药 可以治疗养尾 虽然这些在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不过作者指出 喜欢打诱惑牌的现代香水工业 仍然是香料的主要消费者 生姜 肉豆蔻皮和小豆蔻 都是常用的香水添加剂 比如加尔文克莱因的魔力香水 里面就含有豆蔻和丁香 伊夫圣洛朗有一款名叫鸦片的香水 里面则含有胡椒 讲完了老传统 我们再来说说香料的神秘色彩 这和香料价格上涨有关 公元476年 新罗马帝国灭亡 欧洲进入中世纪 由于欧洲东部战乱平凡 罗马人的香料交通网被阻断了 欧洲的香料消费急剧萎缩 虽然阿拉伯人很快揭续了 罗马人的香料贸易 但香料一路上被层层加码 到达欧洲已经是天价 变得只有贵族才能吃得起了 12世纪中期 英国一磅胡椒的价格为7英镑到8英镑 相当于葡萄园里 一名普通工人 一个星期的工资 13世纪中期 英国一磅肉豆蔻皮 值四仙令七便士 可以买三只羊或者半头牛 不光东西贵了 香料原本是印度职工 现在变成了经过中间商采买 而这个中间商 主要还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 对于信基督教的欧洲人来说 他们是异教徒 不是自己人 人们对于跟自己不一样 又难以交流的族类 总会进行丑化 浪漫化 或者神秘化 好比清代晚期 有的中国人被洋人打怕了 觉得洋人厉害 便说西洋人有两个心脏 四个高丸 连带着中间隔着异教徒的印度 在欧洲人眼里 也就渐渐神秘起来 人们幻想那里是个 有着巨鸟妖怪的地方 香料也由此带上了 抑郁的神秘色彩 香料的昂贵和神秘 给人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 如果一样东西新奇 又价格昂贵 那一定是好东西 也一定有奇效 后来到了14世纪 四五十年代 鼠疫导致的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 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 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由于瘟疫总是突然的爆发 又莫名其妙的消失 当时的医生并不知道微生物和细菌的存在 只能把毒气 邪风 腐烂的气味 当作罪魁祸首 为了对抗这些邪气 穷人焚烧薰衣草 有钱的人焚烧香料 瘟疫来袭的时候 医生建议人们去探望病人时 嘴巴里面含上一片乳香 桂皮或者丁香 他们还给自己做了特制的口罩 里面放着香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中世纪欧洲人建立的香气壁垒 就像一道医学的马其诺防线 花了大量人类物理去焚烧香料 反而忽略了搞卫生这一基本举措 使老鼠 跳蚤 病菌 微生物 变得易于生存 甚至有历史学家抱怨 席卷欧洲的这场大瘟疫 很可能是跟随着运送东方香料的船只 进入欧洲的 香料的第四个主要魅力 是他的精神魅力 香料从一开始就是和神联系起来的 公元前46年 凯撒在西班牙打败了老对手庞培的两个儿子 班师回到罗马 民众手里拿着散发着香气的香炉 对他加到欢迎 但是这一举动引起了元老院的极度不满 在那个年代 人们焚烧香料通常是为了供奉神领 在和马史诗中 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总是香气缭绕 为凯撒焚烧香料 无疑把它捧到了神的高度 两年后 凯撒就被刺杀了 当时人们焚烧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也不得而知 作者猜测 其中很有可能含有桂皮 他常常用于给神献祭 粉状的桂皮 很容易溶解在脂肪或者油肌里 桂枝还可以助燃 除了用香料献祭 西方自古以来也有用香料保存尸体 或者火化尸体的传统 在古代的西方人看来 死亡带着一股腐朽之气 桂皮却闻着有股圣洁之气 它能使濒临死亡的人起死回生 即使不能真的起死回生 桂皮也象征着永生 有一个传说是 被桂皮献祭的凤凰死而复生 就会变成不死鸟 圣经也多次提到香料 里面还记载 耶稣的尸体也涂有香料 所以早期的基督教徒 纷纷效法耶稣 香料涂身之后再火化 他们坚信不久后就要复活 公元三世纪初 有位基督圣徒在起义中殉道 有个好心的妇人 想给他的尸体做香料处理 当地的罗马长官 还威胁要把这个圣徒的尸体夺走 彻底毁尸灭迹 使这位殉道者失去今生和来世 在基督教看来 香料还具有救赎作用 所以修行圆满的修道士死亡时 即便不烧香料 也会自有香气散发出来 这成了基督徒 是不是上帝宠儿的证明 就好像能否烧出舍利子 是佛教徒修为的证明一样 九世纪的时候 一位在洞穴隐居的基督徒隐士 被一伙强盗勒死 传说整个洞穴中顿时充满香气 好似所有的香气都涌到了那里 整个尸体闻起来 甚至比香料还要香 但在中世纪 人们对香料的热衷 也引来了基督教卫道士的谴责 这些卫道士认为 香气含有诱惑之意 是失去理智的征兆 因此闻香会腐蚀人心 闻恶臭反是有益的 有一位叫贝尔纳的教士还指出 香料是有美德的气味 但只能到了天国才配享有 罪人在地上享受香料 只会加重罪孽 因为香料会把你的各种欲望勾引出来 影响灵修 讽刺的是 在灵与肉的交锋中 肉体从来没有被灵魂真正打败过 毫无疑问 有的修道士是信守修行戒律的 但长远看来 主张严守戒律 拒绝香料的教派却一败涂地 1418年 一个修道院一次购买香料的开销 就相当于一个中级乡村教师一年的薪水 奢侈程度已和贵族不相上下 而且神职越高 对食物和香料的使用也越奢侈 1309年 一位修道院副院长办就职答谢宴 客人多达6000人 吃掉了300头猪 30头牛 1000只鹅 500只烟鸡 473只小母鸡 200头乳猪 24只天鹅 600只兔子 和9600个鸡蛋 在总计将近300英镑的总开销中 香料就占了10% 以上事实都说明 禁狱不但没有效果 反而会适得其反 教会对香料的抵制 不但没有损害香料的名声 反而增加了香料的吸引力 所以这是一个禁欲者永恒的困境 禁止的东西只能抬高它的价值 删起它的吸引力 在这种意义上 那些想把香料 从中世纪的食谱中删除的人 只能事与愿违 好了到这里 我已经给你介绍了香料在古代欧洲人眼中的魅力 它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 也是权贵们彰显品味炫耀财富的工具 人们把它当作包制百病的灵丹妙药 更是把它与复活和永生联系在了一起 香料的这些魅力 很大程度上源自它的难以获得 刚才我们讲过 东方的香料从印度到欧洲路程漫长 这注定了它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 但越是昂贵新奇也就越诱人 欧洲人对香料的执着 最终促进了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是我要给你讲的第二个问题 到了15世纪 欧洲人已经普遍相信地球是圆的了 只是需要证实 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认为 东方的物品不一定自东方来 西方人也不应该花那么多钱 去填异教徒的口袋 既然地球是圆的 香料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 绕过地球的背面从西方来 人们要去印度群岛寻找财富 那只要从西班牙一直往西走就OK了 哥伦布还承诺 这次远航一定能带来财源滚滚 投资却只需一笔 相当于一个中等贵族一年的收入 用今天的话说 他在寻找风险投资 很快西班牙王室跟他达成协议 如果成功 哥伦布他们还可以从金银珠宝 以及香料中抽取十分之一作为奖励 当哥伦布向西航行时 他真心认为 如果到了香料生长的地方 他事实上就到了天堂 但哥伦布1492年发现的并非挂满金钱的旧印度大陆 而是一个新大陆 那就是美洲 在那里他当然没有找到梦寐以求的大批香料 这让投资人挺失望的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 不少人也跟哥伦布一样 在美洲大陆找香料 这就好比追赶鬼火 当然是永远追不到的 不过六年之后 另一位欧洲航海家达加玛 终于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 在15世纪 西亚北非还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中 欧洲人要避开这片区域找到印度 一个是哥伦布的方法 也就是从欧洲往西找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往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再跨越印度洋去找 达加玛就是这么做的 1498年5月17日 一名值班员在海洋空气中 嗅到了一股植物的味道 第二天 印度陆地上的高山终于扑入眼帘 船队成功到达印度的香料海岸 但达加玛的目的是不择手段获取利益 这种偏执和无知 使得他们在与当地统治者 打交道的时候很不顺利 甚至一度剑拔弩张 最终也没能和印度建立贸易关系 但他带着好消息回到了欧洲 从此以后 各国陆续在印度这个香料帝国建立贸易据点 近代香料国际贸易体系开始形成 到了17世纪中叶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了香料贸易的主导者 荷兰人从印度人手里偷掠了香料 又用暴力赶走了欧洲的竞争者 垄断香料贸易给他们带来了巨大财富 但也让其他国家的人眼红不已 18世纪70年代 冒出了一个叫普瓦福尔的法国冒险家 他带着手下从荷兰在印度的香料基地 偷走了2万株肉豆控苗和300株丁香幼苗 带回法国种植 从此以后香料的大面积扩重就成了不可阻挡之势 香料促成了地理大发现 地理大发现又反过来促成了香料地位的衰落 当香料逐渐成为人们买得起和熟知的东西 它身上的神秘色彩就一层层的褪去了 在味觉上来自美洲的红辣椒既便宜味道又强 而且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种植 它取代了胡椒的地位 甚至连基督教的味道士们都懒得再批评香料了 因为他们发现其他新商品腐蚀起人心来 比香料更厉害 比如蔗糖 茶叶 咖啡 巧克力 不过香料在当今的美食界中 地位还是不同寻常的 据一本叫可口可乐传的书透露 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碳酸饮料 可口可乐的配方当中就可能还有桂皮和肉豆蔻 好了 香料传奇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